前几天跟一个同学在讨论着台湾生态环境的威胁 我以为在动保团体的呼吁以及宣导之下 民众对于野生动物以及生态保育的观念应该很普及 而且普遍应该会有一个一致的答案 但是结果显然不是如此 我同学说他很讨厌那些动保团体 我很纳闷问他为什么 他说每当花东地区要有建设开发的时候 总是有动保团体出来维护 在他们眼中这些动保团体好像是在阻断他们的权利 我跟我同学说 很多台湾的原生的特有生物 就是在人类的过度开发之下渐渐走向灭绝 他们是比我们更早居住在这片土地的生命 我们其实不应该为了方便或者是更多的商业利益 而剥夺他们生存的权利 像是石虎就是最经典的例子 七骑地被道路切割 很多年幼的石虎因为不会远离道路 而被车子一直一直地撞死 目前的数量已经渐渐步入最小可存活族群数量 却还是有些议员说 就是因为石虎太多才会被撞死 有些人也顾及社会的发展土地受限的问题 而不断驳回这些对动物的法律保护 人类要怎么在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平衡呢 为什么我们要保护这些动物呢 如果无止境的开发土地难道对人类完全没有影响吗 这一集让我们特别来到位于南投积极的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位于极极镇的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是由1992年成立的台湾省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改制而来 为主要研究台湾特有种、珍贵及稀有生物 是一个历史相当悠久 而且在生物保育正有重要地位的一个地方 这次参访的地方是保育教育馆 保育教育馆提供一般民众、学生、团体进行生态学习的场所 每周二是学生可以免费入场的时间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对生态或者是台湾的动植物很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来这边走一走哦 一走到场馆内 可以看到一棵大榕树住立在面前 从一楼延伸到二楼的规模造景 虽然是人造的但是还是震撼感十足 这棵大榕树象征着台湾最熟悉的样貌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很多小细节 像是地上的斑鸠、麻雀 这些我们常在生活中看到的生物 还有农村社会当中卖着糖葫芦的老婆 那些看似熟悉的传统样貌 好像正一点一滴的从我们生活中流逝 这栋保育教育馆可以以楼层分为三个展区 一楼主要介绍台湾本土生态分布 以及动物的栖息状况 以人造仿真的模型雕塑搭配 二楼多了一些台湾特有植物 以及更为深层思考的保育概念与反思 而地下室比较多食物的生物标本展示 根据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主题的生物展 我们可以先从一楼的展区介绍起 走进台湾的森林展区 第一个吸引我的就是长廊而天空 有点澳门威尼斯人的那种憧憬 每一个展示窗口的造型 就像从石头看出去的另一个世界一样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其实真的有一点年代的展览馆了 相比较为近代的博物馆 有些模型或者是蜡像就比较没有那么真实 但还是相当具有教育意义 适合一家人到这边一起学习 针对第一中高海拔还有这片土地不同的地理环境 还有所存在的生物 像是山枪 蓝富贤 台湾黑熊等等 这些学术资源会以图表 对照图 文字叙述 小问题问答的方式互动 有时也有可能会有专人来做捣乱 有来过特生中心的人应该对这个蝙蝠洞很有影响 里面就有刚才提到的小问题对答荧幕 可以去了解蝙蝠的生态蝙蝠的特性这些问题 除了哺乳动物以外 也有对昆虫详细的介绍 如果你们有机会来特生中心的话 可以来这个树跟洞穴看看 没有过多的灯光 穿梭在榕树的板根间隙 时不时要跨越地上崎岖的造景 在吸收知识的同时 给人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所谓野味 在很多人的眼里 都把所谓稀有跟营养画上等号 好像越难取得的东西 例如山腔野兔甚至像鹿绒就越进步 于是在这样的市场需求之下 就渐渐的将野生动物物指尽的消磨 我想这就是所谓人类与生态的拉锯点 人类可能因为喜欢食用这些本来就稀少的野生动物 或者是为了地区的经济开发 轻微的可能是野生动物攻击宠物加畜 而把他们赶尽杀绝 种着从森林中间开一条通往利益的道路 怪兽挖下泥土的那一刻起 决定了多少生命的辗转与灭亡 我想这会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地方 生态如果失去平衡会发生什么事呢 对人类有实质的影响吗 以台湾云豹为例 在云豹这种高级掠食者灭绝之后 虽然帮助了水鹿族群脱离当时 因为人类过度猎捕而一度灭绝的危机 却让这群水鹿因为没有了天敌的数量不断的增加 简单来说 当一个生态系统失去平衡时 将影响这片土地的所有生物 云豹消失 水鹿增加 吃光了树林影响了鸟类与昆虫 找不到食物之后开始翻找垃圾 又或者从深山跑出来觅食的时候 接受登山客的喂食 很快地将跟猎猴一样 开始影响人类的生活 远观人类的长远发展 难道几世纪以后 人类需要因为渐渐升高的地球温度 渐渐升高的海平面 而像蜡象整治的一样 生存在太空状当中吗 我想 这个生态的问题是可以靠我们尽一份心力的 这些墙上的动物保护单位 都正努力了这些事项 我觉得台湾发展到这个阶段 开始很多人跳出来为土地 为生态发生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代表着我们在蓬勃发展之下 还能守着一方净土 希望将来除了可以在这个频道 跟大家分享鸚鸵的知识 也可以多多带给大家生态保育的观念 让住在这片土地的我们 可以更加了解 不论是外来种还是特有生物的问题 我是Jack 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